HELLO 大家好,我是Guy 說到做到 今天就來針對背部在訓練時的感受度來做說明 很多人會問我說 為什麼在練背的時候都感受不到背的發力 反而是手臂、二頭酸得要命 甚至練後的時候背部也感受不到沖血感 其實一個問題我們主要把它分成內跟外 兩個層面來說 內說指的就是神經系統的連結 而外說指的就是動作姿勢的差異 那現在講講內 我們人體上所有的肌肉都跟我們的神經相互連結著 所以當你常使用到某些特定肌群 它的神經連結就會相較於那些不常使用到的肌群要來的強大 我想大多數人小時候最常會做的兩個動作 一個就是伏地傾身 一個就是二頭彎舉 然後這邊所指的二頭彎舉也包含了你日常生活中 彎曲手肘提起重物的舉動 所以當你長大後踏入健身房開始重訓 你就會覺得奇怪 怎麼我的胸肌啊我的二頭肌的感受度 都遠遠要比我的背跟三頭來的強 有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們的神經連結 在你還同時跟日常生活的訓練下 不經意的就比其他的部位要來的強大許多 所以當你在訓練時 這些神經連結比較強大的肌群 就會比較快速的被喚醒 然後進入狀況 相較於神經較弱的肌群 就會需要比較多的前置作業來活化它 這邊簡單在大家體驗一下活化背部的感覺 那大家先跟我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你的雙手自然下放 完全放鬆雙手 然後把腦中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肩胛骨 固定好你脊椎的位置慢慢的向後 收你的肩胛骨 慢慢的向後向內到極限之後 再慢慢的回到原來的位置 重複幾次感受肩胛骨的活動 這時候你應該會感受到後背部已經有輕微的痠痛感 然後這時候舉起你的雙手 然後一樣固定好脊椎 想像要把前方的物體往身體拉 在拉的同時做我剛剛前面所講的動作 就是先把你的肩胛骨向後向內收 然後再慢慢的把雙手向後拉到底 你會感受到整個背部的肌肉是非常緊繃的 這才是你在練背時應該要有的張力 然後你再去比較 就是當你不去在意肩胛骨的時候 單純就是雙手向後拉的動作 拉到底你就會覺得張力幾乎都落在手臂或肩膀 一個是有後收肩胛骨在做拉的動作 然後一個是沒有後收肩胛骨 然後直接做拉的動作 你可以去試著比較這兩個動作的差異性 那這個原理它可以探用在任何背部的訓練上 肩胛骨的正確運動軌跡是決定你背部訓練 非常重要的關鍵之一 我自己會習慣在練背前做一些針對性的熱身動作 來幫助我喚醒背部肌群及神經的連結 提升我的訓練效率 這個動作主要用來激活背闊肌 斜方肌 中下 大小圓肌及零行肌 你可以用Cable或是彈力繩 另一隻手可以撫摸著我們的背闊 感受肌肉的收縮 接著我們來聊聊外動作姿勢的差異 我自己是在訓練上完全採用虛握 避免手不必似的握得太緊導致手臂過度用力 當然有很多人沒有辦法做到引體向上是用滑輪下拉代替的 這個時候我就會建議你可以使用拉力帶 纏繞好之後用你的手指勾住拉力帶 這時候手指頭只有一個功用 就是含住拉力帶避免槓子脫落 主要的注意力還是放在手肘跟肩甲 再來 相同動作不同角度的差異 當我們在練背時不論你是做硬舉 滑輪下拉 引體向上 站立時划船等等 大家要記得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脊椎保持平直中立 一來比較容易好好訓練到相對肌群 二來可以大大降低脊柱受傷的風險 那這個身體的角度對於背部訓練有什麼差別 我這邊舉一個很多人會做的動作 站立划船 當你身體與地面的角度大於45度以上 此時的肌肉張力會偏向於上背部及斜方肌 而小於45度甚至接近平行時則會訓練到比較多背闊的位置 那背部的訓練動作比較繁瑣 很多細節我沒有辦法交代的太清楚 我之後會再針對背部的各個訓練動作相對應的位置來分享給大家 最後來幫大家做個總結背部訓練的一些重點 第一點 試著感受肩甲骨的活動 把它帶入到背部的訓練 第二點 有意識的讓肩甲帶動手肘 避免手部過度失利 建議可以使用拉力帶 第三點 針對性的熱身動作有助於幫助喚醒背部肌群 跟神經的連結提升訓練效率 第四點 脊椎保持平直中立 較容易好好訓練到相對應的肌群 大大降低脊柱受傷的風險 第五點 相同動作會因不同角度而有所差異 好的 以上就是我帶給大家背部在訓練時的感受度掌握 以及一些重點注意事項 其實關於背部的感受度網路上已經有很多做得非常好的影片 以及一些國外的翻譯視頻 所以我想盡可能的多補充一些額外的知識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劍根該 我們下次見 掰掰